迪士尼乐园接连出现混乱之后 有游客今天天尾光就去到排队了 乐园今天一早又宣布爆满 但后来又买回飞 迪士尼就承认预计不了游客的人数 现在就先由来雨光报导一下 迪士尼今天又出了些什么问题 清晨五点几 几十个内地游客 已经在迪士尼乐园门外等入场 七点半有成过千人 三个入口都打完蛇饼 我们昨天来过的 昨天来看了以后 然后我们又回去了 回去了今天早点来 早点来主要是带小孩过来 乐园决定再提早15分钟 在8点3就被人进去玩 到9点半有广播说卖了票 迪士尼乐园需要停止接播好客重场 持有门票分下 请选择其他日子为能香港迪士尼乐园 不过在11点 我们在售票处仍然买到票 进来乐园 无论拍照 吃饭或者玩 各样都要排队 好像一个最受旅客欢迎的飞越太空山 就要排整个几钟头 谁知恐怖 知道这么多人就不来了 排过半钟头你自己觉得值得吗 肯定不值得 还在排队 都要排队 到吃饭时间 连地下都坐满人 但有游客就觉得太逼 玩了两个钟就走 让我再来我不会来 为什么呢 没人 为什么没人 就是玩东西就排队 什么都要排队 有游客就希望 迪士尼的所有门票 都要有指定日期 可以有效控制入场人数 有线电视记者来月光报道 迪士尼乐园就承认 预计不到这几天 会有这么多游客进来玩 迪士尼乐园发言人解释 初时预计乐园会爆满 今早7点多就发通知给传媒 希望早点通知旅客不要到乐园 避免入不了场 又停止望上售票 不过就一直监察住人楼 由于乐园不算很挤逼 所以现场的售票处一直都有卖票 旅游业界说 迪士尼在考虑他们的建议 在长假期同时推出指定日子 和半年有效两种门票 以便更有效估计人数 曾坐群伯特 又要爬 又要跳 旅客要这样才能入迪士尼玩 旅游业界批评 乐园完全低估了农历年的旅客人数 迪士尼只是将初一至初三 划为特别日子 这些门票成人350元 选了哪一日就确保一定能够在那天入场 但是内地的春节假期 其实一直去到初七 所以初四开始就出现混乱 接下一个内地长假期 就是五日黄金周 根据迪士尼网页的资料 只是头三日是特别日子 4至7号就和其他星期六日一样 叫做指定日子 门票虽然都是350元 但是就是半年内有效 在任何指定日子入场都得 乐园同样没有办法预计入场人数 旅游业界说 与迪士尼谈过 乐园说可以考虑 在未来的长假期 同时推出指定入场日子 和半年有效两种票 迪士尼发言人就说 他们已经即时检讨 在大时大节 会加多些特别日子 比想确保在某些日子 入场的旅客又多些选择 有线电视记者曾草群报导